梅尔吉波逊受难记 好莱坞明星梅博梅尔吉波逊 1996年赢得奥斯卡金像奖 但现在风光不再 四年前她的生活开始大乱 先是因为酒驾被逮捕 后来又传出她辱骂犹太人 民权团体还发现 她的言语对拉丁美洲人与黑人 也非常歧视 她演出的电影充满暴力 现实生活也不遑多让 有传言她对前女友施暴 现在两人在争夺女儿的监护权 梅博的事业美矿欲下 她被判要付六万美金的赡养费 原本要在《最后大丈夫续集》里 演出的小角色最近被取消 梅博还可以闲鱼翻身吗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。 Sous 点赞论